美國前海炮突擊隊隊員羅伯特·奧尼爾星期四在田納西州公開亮相 他表示是他在2011年在巴基斯坦的一個藏身處擊斃基地組織頭目本拉登 而一天前奧尼爾對美國媒體表示他在本拉登的床前朝著他開了三槍 奧尼爾說第一名進入本拉登房間的海炮突擊隊員開槍射擊但未有擊中目標 之後他從夜視鏡中看到本拉登 美國政府表彰奧尼爾以及他的隊友成功完成任務 但美國海軍特種戰爭指揮官曾告誡海炮突擊隊員說 他們不應該公開討論自己工作的性質或尋求對他們的行動認可 以換取知名度或經濟利益 今晚都在除了一些藏身體 風格的兵器 你很容易的 我可以想及一下 海軍特種戰爭指揮官方 但是現在這位是科技到提供力的 他能夠加入了 他能夠堪力 我可以保持 他可以承認可